15分鐘居家DIY的時間 每天只要花短短的15分鐘 做一些家裡的小事 不管是家事也好 手作也好 就可以讓你的生活過得更美好 家做這個手作小物的時候啊 有一些東西其實是手作的 等於算是好幫手 就是不管你做什麼手作 其實它好像都蠻適用 材質上面可以做出很多種不同的變化 譬如說 布織布就是大家的好幫手喔 布織布這個材質 我非常的喜歡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 很適於黏貼的材質 所以呢 如果你不太想要動針線的話 你就可以善用布織布 今天我們要教大家用布織布 做出我手上這個 非常可愛的杯墊 其實你把它橫放的時候呢 它感覺就像是杯墊了 如果你把它直立起來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放在牆上 或是吊在床頭當小裝飾物呢 好 這個東西要怎麼做 據說也是非常的簡單 15分鐘即可完成 那做法當然要來請教我們最可愛的 瑪妹老師 老師歡迎 嗨 Wendy好 老師今天要教我們做的這個材質 是利用布織布來做出的杯墊 而且據說就是用黏貼的 然後縫針線的地方 只要一點點就可以了 我們就是用針線把它這樣子穿起來就可以 那我們這個的話 因為我們這個高度是取2.5公分 那一般的話如果你的杯子啊 重量比較沒有那麼重的話 其實你用1.5公分也可以 喔 對就是那我們的長度的話 因為我們這個是 我們現在就來教大家怎麼做 好 那我們就是要剪成就是 因為我們這是用兩個顏色來配的 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先拿一個紅色一個綠的 等於步驟上面呢 請大家先準備兩個顏色的布織布 老師準備兩個顏色其實有很多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說 它這樣搭配起來會比較亮 比較漂亮 有色 有層次對不對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布織布比較薄 對 而且它這樣用起來會比較厚 所以捲起來會比較亮麗 對 因為布織布其實它單個的話呢 就是它的材質是比較軟一點點的 那如果你兩條放在一起 等一下我們做這個捲的動作的時候 兩條放在一起它的整個穩固度 還有那個厚實的程度就會增加了 那我們這個的話 我們這個布條的長度 我們是抓40公分 40公分 對 那盡量就是不要超過40公分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都會想說 那我把它做剪長一點 把它變成茶壺墊 可是你越大的話 它其實它這個中心的這個 會容易散掉 對 有沒有看到 會捲出來就對了 它會捲出來會散掉 了解 所以你不要剪太長 你剪短一點 但是如果你想做成茶壺墊的話 你就多黏幾個 黏大一點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 盡量不要超過40公分 是 我們要剪7個 剪7條 對 各剪7條 好 其實如果說我喜歡更多顏色變化 更繽紛一點的話 我選擇三個顏色的布枝布 一起捲也可以嗎 也可以 可是問題是你用三個顏色的話 你就不能剪到40公分這麼長 因為它三個的話會越胖 對 對…就是… 剛剛一樣就是中間的部分會散掉 所以剪短一點 對 了解 好 那我們剪好了以後 我們就各剪7條 各剪 兩個顏色各剪7條 等於加在一起14條 這樣我們才可以組成一個 像花的形狀 就是像這樣 今天瑪貝老師說 因為這個杯墊 事實上每個人都可以試著做做看 所以我也要跟著瑪貝老師一起做 嘗試一下 我們就一起來捲 好 我們捲的時候就是 我們就是前面把它對齊 對齊 然後就看你喜歡什麼顏色在外面 比如說我現在來把綠色放在外面 那我就把紅色放在外面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捲 那它捲的時候有一個技巧 就是我在捲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就是手工去剪的 所以有時候可能布條會剪的 寬度會不太一樣 那不太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只要固定上面就好 抓一個點固定就好 對 就是把上面固定 然後下面就不要理它了 就把上面固定 我們就開始捲 好 萬事起頭難 對 因為前面是 最難的對不對 就是你要把它弄得緊實這樣子 是比較難的 開始捲之後我相信 對 慢慢的 然後我們就是把上面按住 然後下面去 對 開始捲 如果照這種捲法的話 像我們剛剛有講說 你可以選三個顏色 然後三個顏色來捲 我這樣子一捲 我發現大家還是選兩個顏色好了 因為兩條可能會比較好捲一點點 三條的話 你的手勁要比較好 對 就是 所以我才說 我們不要超過40公分 因為超過你會捲越大 然後它就會散掉了 其實就是我們在剪布織布的時候 因為這個剪多半都會有一點點 稱齒不齊 多多少少 即便是老師級的人物 但是我們在捲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慢慢調整對不對 對 這也是一個技巧 所以我才說你只要顧上面 有把它弄整齊就好 對 因為下面 因為我們是手工 不是用機器去把它裁布的 對 所以它的下面一定會像這樣子 就是有點稱齒不齊 對 我們到時候再拿刀子 拿剪刀把它修一修 要不然就是把它朝下 把漂亮的在上面 漂亮的在上面 所以我 老師 我這樣捲一捲之後 就是後面有多出來這部分 就把它剪掉 然後妳用這個 把它剪齊 對 剪齊以後 你再用針線把它這裡縫一針 縫一針就好 這邊我們也可以用熱熔膠黏 也可以 可是因為熱熔膠比較麻煩 是你要黏兩次 就是綠色一次 紅色的地方它再一次 所以用針線會比較老 好 只要縫一針就好了 對 就是讓它固定 不要翹起來就可以了 好 讓它不要翹起來就好了 好 打一個接 我完成一顆了 開心 對 妳這樣就完成一顆了 好 就是捲的時候一定要記得 我們一定要把上面是固定的 然後捲到後面比較順的時候 手就是像在轉圈圈一樣 了解 就是把它按住中間 所以我們用同樣的方法捲七顆 對 對 捲七顆 但如果你要做比較多一點的話 就是譬如說你是要做這個 剛剛我們講的 你要做鍋墊 或是說你要做水壺墊的話 你就多剪幾個 你就多做七顆 八顆 九顆都可以 對不對 好 老師已經要邁向第二格了 對啊 那我們到時候我們其實可以用 就是你在捲完的時候 可以用珠針 先暫時把它這樣子疊起來 疊起來 對 那我們一次把它捲完以後 我們再來縫 好 這樣你的動作就會很快了 我要加油 趕上老師的進度 可是還是要慢慢地捲 讓它會散開 對 好的 當然對我這個新手來講 瑪麵老師有幫我先準備好 我的杯墊 老師已經先幫我預先做好了 老師手上還在捲 不過其實像我這個跟瑪麵老師 一起學習 我回到家也是沒有閒著的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瑪麵老師有教過我們 T恤 舊T恤可以改造做出很多東西 包括可以做出一些 吊飾小物啦 或者是抱枕啊 之類的 我今天也特別帶了 我回到家常室的作品 來給大家看 像這個是 用舊T恤改造出來做的 硬碟保護套 因為我們硬碟有時候帶來帶去嘛 就是表面很容易刮壞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硬碟保護套 而且我還特別把那個T恤啊 就是有收口的地方 有那個鬆緊帶的地方 留在上面 這樣子你就可以拉 然後另外呢 這個也是瑪麵老師 同樣的方式 因為瑪麵老師有教我們 就是直接像縫抱枕的方式 把它翻過來 我就縫了一個 就是 容器套 那這個容器套裡面啊 就是我們那個喝飲料有沒有 包特瓶 然後你就把它包起來 那雖然下面會有一點醜醜的 可是我又把它找了一個底座 這樣子塞進來 就可以當成是筆筒了 老師我是不是認真的好學生呢 而且妳很聰明 只要利用那個T恤上面的鬆緊的部分 因為這樣妳就不怕妳的尺寸 如果量錯的話 妳做太小 它其實有彈性的話 就容易塞進去了 對 然後像這個筆筒的部分也是 就是把鬆緊的部分留在上面 它剛剛好這個收口啊 就可以蓋住妳裡面那個 寶特瓶的部分了 我真是學以致用呢 對 真的很聰明喔 所以觀眾朋友也要學以致用喔 好 老師也捲好妳的部分了 接著我們就是要把它組合起來了嗎 那我們現在捲好七個以後 首先我們就是 因為這裡的地方不是稠稠的嗎 對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都要朝內 那我們首先呢 我們就是要三個三 我們先組三個 老師 所以其實我們在捲的時候啊 最後固定這個地方 如果把它就是隨便縫稠稠的是沒關係的 因為最後我們會藏起來 對… 所以我才說我們縫一針去就可以了 就是讓它比較翹起來就好 好 我們首先呢 我們針要怎麼進去呢 我們這裡稠稠的地方 我們就是從這裡進出來 從這裡出來 然後我們先組三個 先組三個 對 那我剛才有說了 我們要把中間朝內 所以我們就是一樣要穿它的中間 中間 對 朝內 對 這時候要記得喔 我們這時候有分正面跟反面 對 大家有沒有發現 Windy有沒有發現 正面比較漂亮 對 然後背面比較不好看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正面是朝上的 就是把漂亮平坦的那一面 光滑的那一面朝上 剛剛捲稠稠的話呢 你當然要把它放在下面藏起來了 對 好 所以 我們就是你再拿第二個起來 再從這裡把它穿過來 同樣的位置 然後記得正反面要弄對喔 好 這裡的線圈顏色挑就是跟那個 布枝布布一樣的顏色也沒關係 因為會藏起來嘛 對不對 好 如果你怕你真的封得不好的時候 你可以選紅色 好 那我們拉緊後 這兩個不是就併在一起了 沒錯 你看他們兩個已經當好朋友了 對 所以我們這時候拿出第三個 我們一樣要從中間的地方 然後再把它穿過來 所以不用先排列 你只要就是一個接著一個 接著一個 然後不停的從中間 我們現在先固定三個 先固定三個 我們以這三個為基準點 然後等一下再來補其它的四個 了解 就是這三個不用排列 只要從中間穿就沒有錯了 好 那我這樣子拉起來的時候 它其實就一個三角的 圈圈就出來了 沒錯 然後這時候 我們這三個就可以把它固定 那這個它就要跟它的旁邊這個固定 就是鄰居跟鄰居要固定 然後我們就是從中間這樣子 我們把它穿過去對面 穿過去對面 對 穿過去對面 然後穿過去對面要靠中間一點 不要再正中間 然後再拉緊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要這麼做 從這邊 我們就從這邊穿過去 穿過去 但是偏左邊一點點 好 你先以這個為標準 然後找它的鄰居是它 它的鄰居是它 你就從它的中間穿過去 然後偏左一點點 因為它待會也要去找 旁邊的鄰居 然後從這裡出來 這裡有沒有看到 好 因為這個排列很重要 就是它會影響你最後 做出來的整齊部是不是 還有你那個牢不牢固 對 不然的話散散的就不OK了 好 我們出來以後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這個就是中心點了 沒錯 對 然後旁邊 我們都藏在裡面了 接下來我們就以這個為中心點 我們就開始接第四個 接第四個 我們一樣所有的縫法 一定要從中間這裡 對 這樣穿過去這個切口的地方 才會在裡面 是 我們再把它拉起來 才可以把你剛剛收針 那個稠稠的地方藏起來 讓它拉起來 所以要記得 這個是你的中心點 所以它跟它的鄰居再縫起來 再跟它的鄰居 從它鄰居家的正門口進去 對 然後再從上面再出來 左窗戶出來 煙囪出來 對 出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 好 因為這個會比較 就是要用一點 對 窗戶出來 然後穿過它的中心點 到斜對面去 是 好有趣 因為這樣子的組合 它其實會很牢固 對 好 那我們出來了 我們再拿第五顆了 是 然後一樣是從中心點這樣穿過 對 然後進去 把它拉緊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這樣 所以我們就要再跟它的旁邊 鄰居 然後再縫緊 一直就進行著 新鄰居搬來 對 記得 到旁邊的鄰居家拜訪 然後再從煙囪爬出鄰居家 一直進行著同樣的動作 對 就這樣子 一直用 要記者 要正反面一定要 一定要弄好 不然就會有一顆長得特別奇怪 好 好 那我們 開始第六顆了 第六顆 但我覺得我的怪怪的 是 是我的變 我的變三角形了 我的變金字塔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妳沒有照著它 妳的中心點是這一顆 我的要從中心點旁邊找鄰居 對 結果妳變成樓上找樓下了 所以妳就變三角形了 我紅杏出牆 所以其實這個要注意 妳真的中心點不能跑掉 對 好吧 我待會兒拆掉重來 但是老師的已經快要完成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做另外一個了 另外一個一樣 我們就是鄰居對鄰居 要把它弄緊 縫起來 然後就打個結 所以其實卷的地方並不難 這個作品它難的地方 反而是在組合的時候 妳不能弄錯順序對不對 是啊 了解 好 瑪妹老師的杯墊完成了 這是老師的杯墊 這個是我的杯墊 那當然 也很有特色 對 如果你買一個三角形的杯子 你也可以用三角形的杯墊 放在桌上 這樣子還是一樣 就是可以讓人家覺得很搭的 不過這個作品我相信大家 應該都學起來了吧 是不是覺得布之布很好用呢 今天的布之布杯墊完成了